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根本无法分开 你的心好了 他们也就好了 你的心坏了 他们也就坏了 今天科学实验的证明和两千多年前中国的老子所讲完全一样 天地与我同根 万物与我一体 人如果不相信自己的念头有这样大的影响力 那么请看下面的科学实验 水能够看得懂人的意思 在玻璃瓶上贴上感恩感谢 水的结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 不管用哪国文字 只要人的心是感恩的心 意念是感谢的意念 水的结晶都非常美好 这是中文的感谢 瓶子上贴上其他内容 比如夫妻之爱 水的结晶竟然是大结晶拥抱着小结晶 就像告诉人们 夫妻恩爱中各自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再贴上家人之爱 水的结晶竟然一层套着一层重叠在一起 如同三代同堂 仿佛在告诉人们真正的家庭之爱 是老幼不能分开的 再贴上邻居的爱 水结晶里面的六瓣 紧密地围凑在一起 好像在互相帮助 再贴上相思相爱 水结晶竟然出现阴阳两种样子 就像一男一女 仿佛告诉人们 男女有别 各守天性 才能紧密在一起 相亲相爱 再看这个水结晶 它是不是非常的美 你知道给它贴上了什么文字吗 就是人们常常说的 也是人们最爱听的 我爱你 这些无数的美好的水结晶 这些几百万次的科学实验 揭示出来了宇宙人生的自然规律和真理 也就是说 不管是人类 还是山河大地 世间万物 没有不喜欢美好的 没有不需要爱的 你真正爱它 它给你的回报 没有不是美好的 连水都需要爱 更何况人类呢 那么水能够看得懂意思 它还能够听吗 下面就是对着一杯水 朗诵江本圣博士 所作的一首诗 欢迎来到地球 这一趟路途遥远 真是辛苦你了 这里暂时会是你甜蜜的家 你就在这里慢慢平复旅途的心劳 爸爸跟妈妈会一直守护着你 你知道水听到这首诗之后 它的结晶是怎么样的吗 这就是它听到这首诗的样子 你看这杯水的结晶 多么的美好啊 如果你把这杯水喝下去 我们相信你的身体一定会很健康 很受益 这就是你对一杯水很好 这杯水给你的回报 现在科学试验还要证明相反的一面 给水瓶贴上很恶的文字 这些都是不善的意念 结果会怎样呢 这是贴上混账之后的水结晶 这是贴上了你给我做的水结晶 这是贴上了恨死了杀了你的水结晶 大家马上会发现一个问题 其实水正是人心的一面镜子 你的心是什么样子 水就是什么样子 所以如果有人问你 你的心是什么样的心 你见过吗 你可以告诉他 我见过 我有一颗爱人的心 我的心就是这个样子 比如许多小学生做实验 现在把水换掉 换成草莓 这是许多小学生做的实验 他们把四个草莓放到四个罐子里 分别贴上四个标签 爱 谢谢 空白 混账 一个星期之后 被爱的草莓依然润泽鲜红 被感谢的草莓只有三分之一变质了 没人搭理的空白草莓 整颗都发霉了 而被骂做混账的草莓 就像已经死掉了一样枯萎在一边 这些实验任何人都可以尝试 人的意念对它好 它就好 人的意念对它坏 它就坏 这是一个新的形状 给水看 水就出现像心一样的结晶 人心的力量如此强大 可以和谐一个世界 也可以毁灭一个世界 在这项科学实验的影响下 许多人开始进行另一项实验 就是用感恩和祝福的信念 来改变周围环境的分子结构 来改变周围的物质结构 2003年7月25号 江本胜博士将一瓶东京的自来水 放在办公桌上 并且拍摄下来它的结晶状况 可以说非常的丑陋和扭曲 然后打电话给几千公里之外的 200多人 试验开始 这些人于是对着东京的方向 以爱和感恩这样最美好的信念 为几千公里之外的这瓶水祝福 结果原来惨不忍睹的这瓶东京自来水 竟然完全改变了结晶的形状 变成了这副样子 人类伟大的爱心 不但可以超越时间 还可以超越空间 这个实验报告在联合国放映时 许多观众感动得热泪盈眶 这个世界是有希望的 天地万物是能够和谐相处的 前提一定是人心要改变 只要人心变得美好善良 人类恢复伦理道德 人们坚信一切灾难和不幸都能化解